命离很旺的人 往往离不开这三个好习惯 不信你看 一个人为什么很旺 难道是因为时来运转 难道是因为老天的天爱 难道是因为贵人的体血 其实呢 这些原因都是 如果说 不是时来运转 那就不会忘 老天不偏爱你 那你也不会忘 没有贵人的体血 你也不会忘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忘起来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过上好日子 每个人的心里都装着憧憬 人啊 心里就是要有美好 你的心里有美好 你的心里装着美好 那么你的人生就是美好的 诚然 命里很旺的人 有一些好习惯 反而能够很旺自己 你还别不信 好习惯终身受益 好习惯成就你 好习惯让你享福 好习惯让你赢好运 命里很旺的人 往往离不开这三个好习惯 不信你看 一 自立自强的性格 一个人 如果老是想要依靠 想要依赖 那么永远不会长大 那么永远不会独立 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 也会走得异常的艰难 异常的不容易 因为他的心里永远想着天上掉线顶的事情 我有的靠 我就靠 我没的靠 我也想靠 反正我就是不靠自己 反正我就是不自立自强 破罐子破摔 最终只会让自己越走越迷失 越走越迷茫 最后毁了自己的一生 其实人之一生就应该理智一点 靠谁都没有用 如果说你老是奢望有贵人来拉你一把 那么你的贵人永远不会出现 真正的原因就是 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贵人 如果你自己都不肯自立自强 那最后谁都帮不了你 唯有自己努力 唯有自己打拼 唯有自己奋斗 唯有自己自强不息 唯有自己自立自强 你的人生才能发光发热 你的人生才能够迎来光明 所以当你有自立自强的性格 其实也就注定着你会很旺 你的人生注定会旺起来 二 良好的生活作息 其实现在的人大多都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生活作息不规律 不是在拼命赚钱的路上 就是在拼命熬夜的路上 大概大家都忘了这样一句话 钱是赚不完的 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你每个人都拼尽全力 竭尽全力去拼 日子好一点点 并不算好 日子要很好很好才算好 总是要把自己逼向极致 其实想想 有时候真的很累 有时候累到眼睛在打架 有时候累到眼冒金星 有时候累到无力 但是即便如此 你还是坚持在奋斗的路上 但是即便如此 你还在苦苦挣扎 苦苦坚持 人哪 逐渐的没有了良好的生活作息 不会好好吃饭 不会好好睡觉 不会好好休息 有人说没办法 因为为了生活 因为上有老下有小 谁敢打盹 谁敢休息 句句心酸 可是你这么做 你也没有让自己忘起来 你反而让自己越来越累 反之 如果你好好休息 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你就有足够的精力 你就有足够的余力 去打拼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 从而才会真正的忘起来 三 乐于助人的品德 其实 会乐于助人的人 反而更快乐 会乐于助人的人 反而更晚 你还别不信 一个人 一个人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选择的是挺身而出 选择的是帮其渡过难关 在慢慢人生长路 选择的是做好事 在慢慢人生长路 选择的是与人为善 而不是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的人 往往很难快乐 自私自利的人 反而往往很难忘起来 反而帮助别人的人 反而乐于助人 不仅仅收获了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更是从精神上得到满足 从而这个人 也就会更加的富有 从而这个人 也会更加的旺 所以 有乐于助人的品德 这样的人的人生 往往反而更通透 这样的人的人生 反而更富足 这样的人的人生 反而更是兴旺 现在的人 大多精神上匮乏 但是如果说 你在精神上是富足的 你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那你无疑就是最富有的人 那你无疑就是最旺的人 接触于命里很旺的人 往往身上有着三样东西 良好的生活作息 自强自利的性格 乐于助人的品德 所以说 你发现自己有良好的生活作息 你发现自己有自利自强的性格 你发现自己有乐于助人的品德 那你注定就会忘起来 因为当别人还在烦恼 没有睡好觉 因为当别人还在烦恼依靠谁 因为当别人还在烦恼没有快乐 而你却已经全部拥有了 所以说 你比别人就快一步 你比别人就领先一步 你完全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你完全能够让自己的命运好起来 其实吧 说白了就是要靠自己 说白了就是要提升自己 说白了就是要专注自己 说白了就是要让自己优秀 说白了就是要让自己会做人 说白了就是要做自己 所以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你要有信念 你身上有这三样好东西 你会很吗 老伴走了 为什么有些女人不掉眼泪 过来人的回答很扎心 爱情是一种浓烈的情绪 同时也是一种基于互信 共同度过的生活 建立于共同目标和理念之上的感情 当人们在这种感情中投入了全部精力 而得到了甜美的果实时 这种感情就变得更加重要和珍贵 当这种感情走到分离的尽头 就会产生深切的痛苦和悲伤 少年夫妻老来伴 当老伴先走一步的时候 留下来的那个人心里是最痛的 但是在生活中 我们却会发现 有些女人在老伴走了之后 反应却非常平静 甚至是一滴眼泪都不掉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其实很扎心 一 情感压抑 有些女人并不是不难过 只是她们在长久的生活中 一直处于一种情感压抑的状态中 她们已经不会掉眼泪了 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一直都不高 尤其是对于老人来说 她们一辈子在家庭里就是个保姆的角色 这造成了女性要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非常难 并且要扮演更加温柔 体贴 勤劳的角色 当她们难过时 向伴侣和家人诉说时 往往得不到回应 甚至是会得到责备 怪她们矫情 敏感 多事 她们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 她们需要表达的情绪无法释放 一直在被压抑着 当情感压抑得过久时 就会有一种安抚自己情感痛苦的心理机制产生 有些女人经历过太多的疼痛 已经习惯不展示自己的情感 并且会尝试自己来控制情感的表达 这使得她们逐渐陷入一种麻痹状态 不再产生眼泪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女人的感情深度 没有男人深 在大多数情况下 女人的感情比男人更加复杂和深刻 男人更加依赖于语言和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而女人更多的则是通过观察 体验自己的情感来表达 有时候 当女人不掉泪时 反而是她们更痛的时候 二 更加坚强 男人在老半离去之后 痛哭的眼泪 不仅仅是对逝者的怀念 也有一部分是在哭自己今后的生活 在传统的中国婚姻模式中 照顾一家人生活的是女人 操持家务的是女人 女人可以说是维持这个家庭正常运转的灵魂人物 当女人先离开的时候 男人会感到惶恐 她们自己没办法安排好日常生活 她们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未来的一地鸡毛 但是女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当老半离开之后 对她们生活的影响实际上并不那么大 她们完全可以好好度过自己的余生 甚至在一些夫妻关系不好的女人来说 老半的离开甚至是她的一次重生 就算有痛苦 但是随着时间也会渐渐消弭 女人虽然柔弱 但是她们往往比男人更加坚强 在面对生死这种大事的时候 她们也比男人更加理性和洒脱 其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每个人对待感情的方式都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通过更加宽容和理解 来看待别人面对老半离世的表现 不要简单用眼泪来评价一个人爱或者不爱 无论有没有眼泪 留下的人过好自己的余生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低层次的人互害 高层次的人互助 一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攘攘 皆为力往 人人都想获利 希望活得更加体面一些 不同层次的人 采用不同的方法 一个月薪三千的人 去买菜 被人坑了十元 回到家里 非常气愤 花了半天时间和对方理论了一番 还吵了一架 钱终于要回来了 一个月薪三万的人 也是因为买菜 被人坑了十元 但是他想一想 马上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如果顺利的话 会上可以签订一个合作协议 赚更多的钱 于是他调整好状态 直奔会场 买菜的事情 早就忘了 可见一般 低层次的人 喜欢互害 因为他们的时间不值钱 同样是一天时间 相对于高层次的人 少赚很多钱 因此 守住现有的钱 比什么都重要 互害的根本 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 只是低层次的人 往往不懂得提升自己 又盲目去获得利益 难免会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二 一个人的格局小了 能走的路就少了 在社会上 我们常常会遇到一根筋的人 他不会变通 也不知道如何变通 遇到事情有变化的时候 立马就表现出仇恨式姿态 我的一个朋友 去外省出差 前几天就预定好了机票 当他到机场的时候 才发现 因为天气原因 飞机临时取消了 听到广播里的消息后 他马上退票 并且迅速赶到火车站 顺利到达木的地 而机场里 还有很多人 围住服务员 一定要讨个说法 一定要得到补偿 一来二去 他们的行程被耽搁了 人的格局大小 显而易见 格局很小的人 只是看到一架飞机 格局大的人 不仅看到了飞机 还有火车 汽车 轮船等 俗话说 迢迢大路通罗马 可是 总有一些人 一辈子只走一条路 如果此路不通 他就陷入了困境 如果遇到了强劲的对手 他就只能火拼 而不是去发现另外一条路 更没有能力去创造一条路 站在山顶 我们发现 山外有山 站在山脚 我们眼前的山 就是最大的山了 格局 是做人的高度 还决定人生的宽度 喜欢互害的人 多半站在山脚 不知道山外的世界 到底有多大 最不可思议的 是他们总是喜欢走羊肠小径 三 一个人手里没有资本 心中还有欲望 难免害人害己 一块蛋糕是有限的 一块块蛋糕是无限的 聪明的人 会不断创造蛋糕 而不是一直争夺一块蛋糕 有时候 遇到强劲的对手 那么就把蛋糕拱手让人 愚昧的人 哪怕是两败俱伤 也要与人争执 看似保全自己的利益 其实是手里 没有与人对抗的资本 反而陷入了僵局 俗话说 谁都不可以一口吃成大胖子 可是 总有人不信邪 比方说 一个住在城边上的人 他家有一栋老房子 因为城市要扩建 老房子被耐入了拆迁的范围 房子的主人 一次次抬价 一次次抗拒 认为自己一定会赢 不管怎么沟通 他都不愿意让步 当邻居都迁移了之后 他还在固执几件 认为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 过了好几年 城市扩建的计划改变了 老房子不再需要拆迁了 房子的主人 追悔莫及 唾手可得的蛋糕 弄丢了 表面上看 房子的主人并没有错 但是他不能获利的 根本在于 资本太少 贪心太多 一个人被欲望控制了 他是没有办法动弹的 也许连走路都很困难 老祖宗说 无欲则刚 能放下欲望的人 他会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 并且一步一步做大做强 虽然速度不快 但是目标笃定 效果很好 四 一个人的自尊心太强 容不下别人 就会喜欢内卷 死要面子活受罪 如果一个人 把面子看得很重 那么他就非得要赢 不管对手是谁 很多大家庭里 兄弟姐妹的生活都不错 但是他们的感情 却特别糟糕 父母留下一栋老房子 几块玉就可以让他们争夺不休 不是东西有多值钱 而是面子上过不去 如果自己分得的东西少了 被外人知道了 会很耸 被爱人说几句 就会觉得自己没有本事 把亲人当仇人 把外人当好人 这样的思维模式 加深了互害 古人说 做人要外方内缘 对外要表现出 尊重道德规矩 坚守法律 对内要带人温和 彼此包容 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 就能把人生往外扩张 而不是把锋芒 对着身边的人 五 低层次的人 互害 高层次的人 互助 看过一个故事 女娲造人的时候 一边捏泥巴 一边微笑 盘古在一旁问 你为时磨笑啊 女娲回答说 做人哪 最重要的是开心 一语惊醒梦中人 人在出生的那一天 刚开始是啼哭 但是很快就能破涕微笑 因为人生还是一张白纸 根本就没有利益之争 也不会看任何的人脸色 但是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会发现 人与人是有区别的 明显的区别就是 拥有的资源不同 人生的价值也不同 高层次的人 通过提升自己的价值 然后与别人合作 获得利益 每一次成功的合作 都会带来更多的利益 哪有理由憋住不孝呢 如果你正在互害 那么你就主动离开 圈子不同 人与人相处的方式也不同 你别被垃圾忍 拉住了飞翔的翅膀 大鹏之所以能够展翅 是因为他站在高处 借助了风的力量 风之所以能够高飞 是因为他一直在 大鹏的翅膀上 人活着 最幸福的事情 莫过于借风而行 比翼双飞 记住 做一个让别人开心的人 你会更开心 人这一辈子只能靠自己 一 也许你会说 看看王思聪 可以不靠自己 也许你会说 看看某某某 也不用靠自己 而我却要靠自己 那我是不是很苦命 其实 人这一辈子 到头来只能靠自己 靠父母 父母会老 靠山 山会到 靠水 水会流 如果说自己 没有能力 让自己靠得住 没有能力 让自己立得住 那么终究有一天 也是会遇上窘境的 所以 人活一辈子 也不要庆幸 自己有的靠 也不要炫耀 一个人能靠自己的力量 立足于世界 其实就是很厉害的 其实就是好样的 完全没有必要在攀比之中 迷失自己 别人有的未必适合我们 而我们有的别人未必也有 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好自己 能够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好自己的日子 其实你已经是人生赢家了 二 也许你会说 那是你没有活成我的样子 所以你也未曾了解我的悲伤 所以你也未曾懂我的不容易 也许是的 你有你的经历 而我却不能感同身受 你有你的困苦 而我也不能感同身受 只想说的是 希望我能给你传递的是美好的祝愿 是希望 是力量 而不仅仅是安慰 也许 此时此刻 你正深陷泥沼 也许 此时此刻 你还吃不饱饭 也许 此时此刻 你还为这罪饮几两而废寝忘食 也许 你活得太心累了 但不要忘了 低头看看身边的人 也许身边有很多你的同路人 他们和你一样 都在为了生活而挣扎 所以 不要忘了 这个世界 还有和你一样的人 你并不是另类 你也并不是唯一一个 而是有一群人 同你一样过同样的生活 过同样的日子 曾世强教授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所有的磨难 最终会成就你 所以看得开 想得开 你的人生会变好的 我们的人生会变好的 三 不要放弃自己 哪怕这个自己一次 又一次的重蹈覆辙 哪怕这个自己一次又一次的站不起来 但那又能如何呢 你总有一天会站起来的 你总有一天可以得 不要否定自己 不要妄自菲薄 曾世强教授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生早成功 不如晚成功 人生晚失败 不如早失败 所以 我们急什么呢 完全没有必要急 在人生困惑的时候 在人生低谷的时候 要靠自己的力量 勇敢地逆袭 只要你足够勇敢 只要你无惧人生 只要你勇敢向前 所有的人生 任由你改写 所有的命运 掌握在你的手里 靠自己 也没什么不好的 靠自己 也没什么可悲伤的 能忍得了多少困苦 就能成就得了多少人生 也许自己的努力 不及别人十分之一 但是这个自己 是靠自己的力量站着的 但是这个自己 是靠自己的力量活着的 又有什么渴望自菲薄的呢 所以 尽管在自己的世界里 做好自己 尽管活好自己的人生 不要看别人 多看看自己 你的人生同样在绽放 你的人生同样在发光 四 有很多人或许说 我还在懵懂的年纪 就结了婚 我还在懵懂的年纪 就结婚生子 我还在懵懂的年纪 就娶七生子 生活教会了我太多 靠自己 靠得有些心累了 靠自己 靠得有些不想动了 也许 这种心酸 不是常人能够体会的 没有经历过 又怎能评判呢 但是 靠自己 虽然很累 靠自己 虽然很苦 自己选择的路 也是崎岖的 自己选择的路 也是很难的 但既然选择了 那就既来之 则安之吧 坦然地去面对 坦然地去接纳 生活的磨练 只会磨平你的棱角 但不会抹去 你对生活的热情 但不会抹去 你对人生的初衷 有一句话这样说 勿忘初心 方得始终 愿你能守得出心 愿你能有始有终 迎来你的幸福 守护你的温暖 五 给自己一点力量 给自己一点方向 给自己一点鼓励 告诉自己 路在脚下 只要一步一步去走 终究能够走到彼岸 人生漫漫长路 其实也是挺漫长的 如果不能够利用好时间 到最后我们就会被时间拖着走 所以我们要做时间的主人 所以我们要掌控时间 所以我们要掌控自己的命运 岁月在流逝 时间往前走 所有的一切都在往前 所以自己也不能拖后腿 所以自己也要争气 自己的命运 只能自己改造 自己的人生 只能自己掌握 谁也没有办法 可以替你 累了 就抱抱自己 苦了 就安慰安慰自己 我们终究能熬过那段 最不堪的岁月 迎来光明的明天 对你如此表现的男人 不要再留恋了 不值得真正美好的感情 其实是有温度的 即使当你想到对方的时候 出现的都是对方对你美好的画面 说明在这段感情里 对方是对你非常好的 喜欢你的人 一定是对你充满住温柔和包容的 会心疼你 尊重你 爱惜你 跟你一起分享 所有的喜怒哀乐 也可以跟你一起承担 所有的不愉快 然而 看一个男人 是不是值得交往下去 不要听他说了什么 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有些女人一旦陷入了爱情里 就无视了自我 忘记了疼痛 就算男人不爱自己 也一样再自欺欺人 以为自己再好一点就可以了 其实不爱就是不爱 当一个男人不爱你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是无谓的 你真心对他 他却不一定会放在心上 所以当你发现对方变了 不爱你了 一定要及时退出 不要陷得太深 这样对你的男人 就算了吧 不要再留恋了 一 在一起 没有真心 一次次背叛你 感情最珍贵的就是专一 这也是对感情的真诚 当一个男人跟你在一起 这边说爱你 却又总是背叛你 跟别人在一起 跟异性没有界限 那磨这样的男人是花心的 当你发现他背叛你时候 他又每次真心的跟你道歉 却不久之后 又还是会跟别人在一起 也确实是实意的 那磨这样的男人 一定不能要 就算你再喜欢 也不能要 一定要分得彻底 不要再走回头路了 因为你的一次子 原谅都换不来对方的改变和回头 就等于你 根本就不懂得尊重自己 所以对方才会一次次地理所当然的 跟别人纠缠不清 女人 面对感情 一定要清醒一点 不真心对待你的男人 一定不能要 不然 换来的就是自己受委屈和吃亏 二 对你缺乏尊重的男人 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感受 有时候 在感情中容易让人蒙蔽双眼的 就是一个人的个性 当初的喜欢 就是因为对方有个性 却在相处之后 发现对方的个性 就是一条条的刺 不停地扎在自己身上 一个男人 跟你在一起 他在有个性 但是不懂得尊重你的人 是不会在乎你的感受 你要清楚这一点 不懂得尊重你的男人 他会认为你做什么 事情都要经过 他的允许和同意 他觉得你的想法很可笑 甚至会嘲讽你 而当你听他的话 按照他给出的方式去生活 他就觉得很满意 如果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他就会一直否定你 处处干扰你 叫你不要去做 也不支持你做 甚至还偷偷地 毁掉你所喜欢东西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就擅自做主 改变你形成和生活方式的男人 一定不尊重你的 他这么多 就是只顾自己 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 所以趁早分开 就是最好的选择 只有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和包容的两个人 在一起相处才能得到幸福 三 总是欺骗你 没有真心 如果一个男人跟你交往过程中 总是隐瞒你一些事情 对你没有坦然 总是欺骗你 说明他是不靠谱的 分手了 就不要再留恋了 真正爱你的男人 对你是会坦诚相待的 不会介意跟你分享自己的过去 对你也没时磨好隐瞒的 当你问什么的时候 他都会耐心跟你说 如果你跟他相处之中 你不知道他说的话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到处都是谎言 说明对方根本就不重视你 只是敷衍你 作家黄永玉说过 明确的爱 直接的厌恶 真诚的喜欢 站在太阳底下的坦荡 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 一个男人对你不坦诚 是建立不起信任的 只会让你越来越怀疑 也只会让你变成连自己都不喜欢的样子 越是想要知道对方的事情 但是对方越是欺瞒你 不跟你分享 不真心交谈 让你去猜 就容易发生争吵和矛盾 一个男人如果总是对你这样 说明他根本就没有喜欢你 也不想跟你很长久 所以 不管你们之间是因为什么事情分开了 就不要再留恋了 重新过自己的生活 总之 最好的感情是两个人相互坦然 彼此欣赏 真心相待 若是你在男人身上看不到这些 对方总是对你尖酸刻薄 总是故意欺瞒你 总是一次又一次背叛你 总是不尊重你 那么你在怎么爱 也要懂得及时止损 人生苦短 找一个可以相互成就彼此的人 而不是只会消耗你的人 当你从这段关系中得到了温暖和成长 才是有意义的 恭喜在微信里保持沉默的人一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 马 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网络时代 我们都走得很快 似乎是以光的速度在走 否则就跟不上别人的步伐了 为时模 有人不喜欢微信 也懒得看朋友圈了 就是工作群 也调成了静音模式 不是不爱了 而是厌倦了 真正关心一个人 就是天天隔着手 机营幕聊天 也没有用 在一起才有用 打开微信 是一种习惯 在微信里保持沉默 是另一种习惯 那些在微信里 一直沉默的人 早已不羡慕热闹 过住自己喜欢的生活 二 你的强大 是从独来独往开始的 张三丰闭关修炼 终于悟出了太极剑法 震撼武林 达摩祖师也曾面壁九年 修炼的物大道 一个人的武功 到了一定的境界 就需要找到方法去突破自己 此时任何人都帮不了他 唯有靠自己 靠别人可以学到武功的招数 但是闭关才能修炼内功 这一生 你能够超越的人 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从年少无知的童年 到睿智成熟的中年 到感慨万千的老年 都是在不断打破原有的人生格局 真正的高手 是不会给人生设限的 唯有上不封顶 才能永远都没有天花板 即便是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 依旧能够突破自己 大气晚成 曾经我们遇到问题了 习惯在朋友圈里说一句话 万能的朋友圈 帮帮我吧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付诸行动 还是靠你自己 总有一天 你会发现 朋友圈不是万能的 微信群也不是万能的 朋友也会疏离你 你不信 你穷一次就知道了 当你不再向人求助 也不想抱怨人生 还常常闭关修炼的时候 你就真正强大了 三 唯有独处 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 纪伯伦说 虽然言语的波浪 永远在我们上面喧哗 而我们的深处 却永远是沉默的 千言万语 不如一句 我懂你 当你在群里聊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 别人的言语 会改变你的方向 也会控制你的心情 别人的喜怒哀乐 会让你很难受 真的不可思议 问一问你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在群里潜水的 加入的群很多 但是你急少发言 只是偶尔打开微信 看看大家在聊什么 是非对错 你都不想去评论 上个月 有一个同学找我聊天 他问我 你已经退出同学群了吗 我说 没有 我一直都在 同学说 哦 我看你一年都没有发言了 在同学群里 一年都没有发言 怎么 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我恶然了 其实 和我一样的同学 还有很多 大家不约而同地 保持了沉默 离开学校多年 我们不再是一个层次的人 聊不到一块去了 每个人都要找准 自己的定位 和同层次的人交往 到不同不相畏谋 真的不必 为了和群而和群 不同路的人 会让你很为难 不如淡出他们的世界 做一个我行我素的人 四 把人生调到静音状态 才能享受孤独 百年孤独里写道 所有人都显得很寂寞 用自己的方式 想尽办法 排遣寂寞 事实上 仍是延续自己的寂寞 寂寞是造化 对群居者的诅咒 孤独才是寂寞的唯一出口 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会听到自己的心声 就是一朵花枯萎的声音 你也能听到 世界真的很奇妙 只是你没有用心去听 如果你的手机声音很大 你的微信朋友很多 那么你就一刻也不得安宁 可是 你离开了手机 就像丢了魂魄一样 真的好可怜 聪明的人 把微信调整到静音状态 只有自己想看的时候 才打开 生活的时光 不再受别人的控制 所有的时间 都从微信里释放出来了 你对别人沉默 别人对你沉默 大家只是偶尔的交集 如此甚好 那些真正需要你的人 会打电话给你 或者从很远的地方来找你 并不会因为 你弄丢了微信 就弄丢了情意 当你习惯了沉默 你就能腾出时间 看看书 写写字 或者闭目养神 把孤独的时光 过成失忆的生活 五 每个人都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人这一生 重要的事情 真的没有那么多 巴菲特说 人一生中 最重要的是专注 你专注于某件事 你才能把事情做好 你关注了某个人 才能彼此在乎 你专心思考 才能真正误导 一整天 都在看手机里的人 那模拟在乎的东西 太多了 不知道如何取舍 朋友群里 大家在抢红包 同事群里 有人给领导点赞 溜须拍马 同学群里 有人约大家一起吃饭 朋友圈里 有人在炫耀自己的豪车 还有很多做微商的人找你 你到底要在乎谁 保持沉默 找你的人就少了 烦你的人也不限了 你如释重负 别高估了自己 在别人心中的位置 并没有多少人 真正把你放在心上 总要 学会关注自己 无论微信里发生什么 明天的太阳依旧会冉冉升起 无论怎样 你总要面对柴米油盐的生活 恭喜那些坚持自度的人 一常言道 佛度有缘人 和佛结缘的人 其实已经成佛了 或者有了成佛的前置 也就是说 那些愿意帮你的人 不是无缘无故 扶你一把 而是看到了 你的发展潜力 是你的执着和成绩 感动了他们 这年头 靠山山道 靠人人跑 唯有靠自己 才靠得住 漂亮的话 谁都会说 但是漂亮的事情 不是谁都会做 锦上添花容易 雪中送碳难 因此 人这一生 皆需自度 先要自度 再去度人 二 靠谁 你都会寒心 人是群居动物 难免要去参加一些聚会 混迹在某个群里 去了 推杯换盏之间 会有很多人拍住胸口说 兄弟 有事了 就来找我 包在我身上 你信以为真 以为拍住胸口说话的人 就是靠谱的人 有了他们 你的人生 就有了后路 如果你不去的话 你会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 是不是自己假装清高 得罪了朋友 或者自己太取高喝寡了 让人难以接近 总要参加几场聚会 你才会看清人脉 经历了几次拒绝 你忽然发现 之前花了大量的时间 去拓展人脉圈 到头来 认识的人越多 参加过的饭局越多 内心越孤独 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打开微信 看住几十个好友 但是不知道和谁说话 如果你开口求人 百分百要被挡回来 你还会经历这样的时候 自己很穷了 想要找朋友借点钱 然后开个小店 和远方的朋友联系一下 看看能否找到 合适的工作 你以为求助会得到回应 却不知道 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 当你第二次联系对方的时候 他多半已经忘记了你的求助 他拒绝帮助你 丝毫不觉得愧疚 只有你 总是以为自己亏欠别人太多 总是麻烦别人 原来 合群真的没有用 你以为可以依靠的人 不过是在敷衍你 三 靠自己 你才会活成一道光 有一个工厂的老板 因为投资失利 被踢出了富人圈 变成了流浪汉 痛苦的往事 在他的心头涌动 让他彻夜难免 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未来 有一天 他看到一本自信心的书 书里讲了很多关于如何树立信心的方法 还说了一些创业的内容 他很兴奋 辗转找到书的作者 希望能够得到帮助 作者听完了他的倾诉 然后说 抱歉 我真的爱莫能助 他很沮丧 作者继续说 不过 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个人 他应该可以帮你 他被作者引到了镜子前 看看吧 帮你的人就在这里 后来 他不再沮丧 学会做自己的贵人 不管多累的活 他都会去做 生活就此改变 旧堂书 魏征传李写道 以同魏静 可以正一观 以始魏静 可以知心涕 而魏静 可以明得失 摆在我们面前的 只有镜子 镜子里的人 都是你的贵人 最贵的人 就是你自己 一根青藤 你想要把它扶起来 是徒劳的 青藤只能匍匐前进 或者缠在树枝上 慢慢攀爬 一棵小树 你把它扶起来 就真的站起来了 还活成了苍天 大树 你愿意做青藤 还是做小树 美国作家 梭罗在 瓦尔登湖 李写道 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 一起孤独的 生活的地方 我宁愿 独自坐在一只南瓜上 而不愿拥挤地 坐在天鹅戎的 坐垫上 不管你遇见多少人 身边有多少人 对于你自己来说 最有用的人 就是你自己 坚持自渡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才有凝聚力 如果有人帮你 你应该明白 这样的事实 因为你有价值 才得到了别人的帮助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你的光芒 就能给自己引路 也会让迷路的人 寻光而来 四 学会自渡 你就是星辰大海 大冰在 我不理写道 星光不问赶路人 岁月不负有心人 你是大海 便由百流奔涌而来 你是悬崖 总有雄鹰前来筑巢 你是泉眼 才能永远不干涸 你是高山 才能一览众山小 唯有自渡 你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 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学会度苦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所有的痛苦 不是打压你 而是试探你 你有多大的能耐 你就能承受多大的苦 受苦越多 你活得越坚强 经历过人生的极寒 你的人生 再也不会有冬天了 即便在冰天雪地里 你也会活成一支高贵的寒美 学会度心 心态好 一切都好 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从不同的角度看人生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多读书 修炼自己的心境 用智慧充实自己 经历的一切 都会变得合乎常理 未来的一切 都能触变不惊 学会度情 爱恨情仇 都要随缘 缘分来了 好好把握 缘分没有来 那就努力做好自己 静待缘分到来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眠 能够度你一生的人 是枕边人 需要你度一生的人 也是 银河英雄传说中 有这样一句台词 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人这一生 没有烫不过的河 除非你一直站在原地不动 不管未来有多难 请你记住 心中有梦 脚下有路 这一生 唯有自度 其他人爱莫能助 佛说 有诗必有德 值得一读 你放下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当你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 其实这样东西 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 如果你抱住过去的东西 不放手 那么失去的 就永远回不来了 佛说 有诗必有德 想明白了 失去也不见得是坏事 放下爱情 也会得到爱情 有一个还提时一起 玩到大的朋友 做事非常认真 也喜欢较劲 小时候比爬树 他硬是要拿第一 结果爬到树梢 下不来了 后来还是大任假了梯子 才把他救了他一命 长大后 他遇到了心仪的女人 也相处了很久 后来 女人去了另一座城市 要他等一等 结果等了两年 便失去了联系 喜欢较劲的他 对就爱恋恋不忘 人到四时 还是孤身一人 直到有一天 他偶遇了前女友 看住他牵手 别人的幸福 突然明白 原来自己放不下的人 早就忘记他了 爱情 救得不去新的不来 后来 他放松了心情 遇到了另外一个大龄女人 虽然大家都说 她们不般配 但她一脸的幸福 证明了什么是真爱 懂得放手的人 是让自己 变回单身 明明之中老天 就会安排他遇见 另一个对的人 放下了金钱 也会得到财富 我们都说钱是万能的 但钱往往买不到健康 在病魔面前 钱是难魔卑微 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甚至是一堆粪土 健康是最大的财富 当你天天熬夜 加班加点 拼命赚钱的时候 健康一点点溜走了 你其实是和财富越离越远 因此 你要懂得放下金钱的欲望 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情 别投资了健康 赚钱路上 别急 真正的成功 是十年磨一剑 不是一夜抱负 慢一点赚钱 慢慢享受生活 才是真正的得到了财富 放下旧时光 才会拥有明天 你喂食磨过的那磨苦 最苦的是心泪啊 你的心喂食磨泪 是因为烦恼太多 你的烦恼从哪里来 其实都是过去的沉骨子烂芝麻 你大部分的烦恼 是因为过去的某件事 某个人总是想不明白 总是纠结 其实 一切都过去了 时间永远不会倒流 当你背负昨天的苦 走进明天的时候 日子依旧苦不堪言 当你把过去的一切 都变成一抹淡淡的回忆 心就轻松了 眼睛就不会盯住痛苦了 每天早晨都有阳光升起 是你被旧时光蒙蔽了双眼 真正的幸福不是生活在回忆里 是人生有笨头 是未来的一切都轻松自如 放下位高权重 才能得到群众爱戴 每个人都希望名垂千古 希望高高在上 可以被人敬仰 可是高处不胜寒 一个人要对得起自己的位置 多做善事 多为群众牟利 后来即便没有高高在上 也成为群众的口碑 是真正的流芳百事 一个人 为了为之泪一生 不择手段 不关心他人疾苦 总是急匆匆往高处走 最后可能是一臭万年 这样的流明 不要也罢 当你放下了 为高权重的欲望 也就更加踏实做事 和群众平起平坐 虽然普通 也是位高权重 所以 做什么事情 都别急 你放下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真正的得到 急不来 求不来 是一种 无一差流流成音的喜悦 是十年磨一剑的幸福 你放下越多 走得越慢 即便两手空空 也会得到一道道风景 看不惯自己父母的子女 大多有以下特征 一 卷手雨 父母爱子女 如同阳光雨露滋润大地 可有些父母的爱 带给子女的不是茁壮成长 而是无奈与痛苦 亲自关系差 问题 不仅仅是孩子叛逆 有可能 是因为父母自身做得不够好 又或者是 在经营亲子关系时 所用的方式不对 看不惯自己父母的子女 大多有以下特征 二 父母掌控欲太强 什么都要管着子女 父母掌控欲太强 会让子女感觉 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 看过一个视频 讲的是一位单亲母亲 和儿子相依为命 无论生活多艰辛 他想尽办法 给予儿子最好的物质生活 把儿子的人生安排得满满当当 小学排满了辅导的课程 初高中各种竞赛 不容儿子质疑 不给他选择的余地 儿子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 本来以为会松口气 可母亲执意要跟着他陪读 在生活中 儿子的大小事 他都要管着 他儿子活得非常压抑 与他的关系也越来越僵 经常对母亲 没有一个好脸色 很多时候 一句话都不跟母亲说 上了大学之后 他交了个女朋友 母亲说了几句他女朋友的坏话 他当着众人的面 把母亲狠狠推倒在地 头也不回地走掉 掌控欲越强的父母 越会让子女产生叛逆心理 不断想要远离他的掌控 子女在成长的路上 得不到理解 得不到支持 他会觉得父母对他的管控 是一座牢笼 让他迫切地想要逃离 哪怕父母为了他好 也很难得到子女的接纳 因为父母所给的 不是他想要的 三 子女叛逆 从心底排斥自己的父母 看不惯自己父母的子女 骨子里叛逆 父母越不要他做什么 他就偏要做什么 知否中的顾廷叶与父亲的关系很差 他一直认为父亲娶他的母亲 只是为了母亲可以带来丰厚的嫁妆 可以救顾家于水火之中 甚至从心底觉得母亲的死与父亲有关 为自己的母亲打抱不平 父亲训斥他 从来不给他好脸色看 让他以为父亲不够爱他 不关心他 于是也放弃了自己 他骨子里十分叛逆 变得十分贪玩 经常流连于花街酒下 让自己落了个很糟糕的名声 从心底排斥自己的父亲 看不惯自己父母的子女 骨子里叛逆 经常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事情 不想按大人的指引走未来的路 其实叛逆的子女 之所以做一些伤父母心的事 是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 想让父母多关注他一些 只是用了最糟糕的方式而已 作为父母 想获得子女的认可 就要懂得孩子心里 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排斥你 找到问题的根源 解释清楚 才能和平共处 四 亲子关系太差 彼此互相不理解 狼牙榜中 梁帝与齐王 本来是父慈子孝 可梁帝最终相信 齐王谋反 赐死了这个最优秀的儿子 齐王心中装着江山社稷 想匡扶正义 让国家强盛 百姓安居乐业 他能当一个好的君王 却从未站在他父亲的角度上 考虑一个久坐皇位的人 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的父亲 对权力的控制欲 大于父子之情 当梁帝相信他要谋反 他的雄心壮志 梦想报复都化为泡影 成为阶下囚 他只能感慨一句父不知子 子不知父 两个人彼此心中都有芥蒂 却没有好好聊一聊 让父子之间只剩下了忌惮 酿成悲剧 亲自关系查 在生活中 就会一个误会连着一个误会 一句难听的话 连着一句难听的话 萨拉帕蒂森说 当你努力去感受爱 而不是责备或自我责备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再次敞开 并且会一直敞开 子女看不惯父母时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互不理解 若是父母学会有效和子女沟通 彼此的关系会缓和很多 好的家庭关系 是经营出来的 卡尔 荣格说 如果想要用什么来改变孩子 我们首先要以身实验 看看他是否能够改变自己 父母要把孩子当朋友 别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当孩子有很强的抵触心理时 别一味说教 让孩子听话 多了解一下孩子的内心世界 在彼此的心里建立一座桥梁 关系经营起来 才会更舒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